民進黨是什麼 民進黨是抗中 那國民黨是核中 那它的具體方法 民進黨其實也只能做到去中國化 那國民黨就反反去中國化 我覺得這個是最務實 最公平的講法 因為你看那個賴清德講得很好 賴清德怎麼講呢 他說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他是看他黨內的同志的光譜 他認為他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我告訴大家 民進黨裡頭的人 每一個都是台獨工作者 你知道嗎 所以他講他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並不見得說他比誰都獨 大家不要誤會了 大家不要誤會了 你將來他如果 他當然不會選上 選上就有問題 他不會選上 其實我們這些 我們今天的談都是白談 沒有用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 他有更進一步仔細的解釋 他說我的務實 就是我遵守台灣前途決議文 那台灣前途決議文 就是沒有法理台獨 所以他既然沒有法理台獨 他就沒有踩到北京跟華盛頓的紅線 那你有什麼好討伐他的呢 然後他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裡頭有三點 一個台灣是主前途的國家 還有中華民國是借來的名字 還有前途由2800萬人民決定 他這三條裡頭唯一不對的地方 就是中華民國擺錯的地方而已 所以他的最大惡極在選民投票裡頭 並沒有國民黨想像那麼嚴重 所以如果賴清德真的代表民進黨 會啦 他代表民進黨進入大選的時候 我認為他應該少講社阿扁 那第二點就是毒性 你覺得他會少講嗎 我認為會 我認為會 還有他那個毒 不要掉入國民黨的陷阱 就不要上了國民黨的黨 就把他修正為反併吞 反統一 反九二共識 這樣的話 韓市長代表國民黨的話 你講的這一些 他力道就大大的減損 好